澳門這座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 塞落著一所本地最優秀 最具區域特色的高水準 國際化現代高等教育學府 澳門大學 國際化辦學 是高門大學辦學最大體驗之一 澳門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 中西貨幣的體驗 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 澳門大學的前身是斯立東亞大學 創立於1981年 標誌著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興起 1988年 斯立東亞大學被政府收購 並進行重組 1991年正式改名為澳門大學 自此澳門大學成為澳門唯一一所 綜合性功力大學 澳門無歸祖國以後 澳門大學開啟了飛躍性的新發展 澳門大學能夠取得飛躍的發展 不但由來與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投入 而且更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懷和重視 撥出位於廣東省橫琴島 佔地約1.09平方公里的土地 建設新校園 澳門大學建設新校園 澳門大學要有一流的設施 一流的教師 建設新校園啟用意識 深自擔任澳門大學的校監 他表示澳門大學的迅速發展是澳門堅守一國資本 善用兩制之利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最佳體驗 澳門大學積極貫徹 特區政府施政方針 教學興奧、人才建奧 持續加強人才儲備和創新動力 為澳門創造更多科技的成果 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澳門大學校園設施齊備 擁有先進的教學設施 和館廠豐富的圖書館 並設有游泳池 綜合體育館、射箭場、籃球場、攀岩場、健身室等 澳門大學現有學生一萬多人 設有人民行員、工商管理行員、教育行員、健康科學行員、法行員、社會科學行員、科技行員、中華醫藥研究院、應用物理及材料工程研究院、微電子研究院、協同創新研究院以及榮譽行員 開辦學士、碩士、博士等約130個學位課程 主要以英語授科為主 澳門大學秉承澳門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精神 以中國傳統儒家五常思想、仁、儀、禮、智、信作為校訓 以培養具有中國傳統崇高品格 由跨文化視野的卓越人才為紀任 2018年 國家教育部向澳門大學贈送博雅之壁雕塑 國家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亦來臨見莫 它體現的主要維持有澳門大學一種期望的一種重點 澳門大學致力提升國際化 吸引全球頂尖的老師和學生 營造多語言的教學模式和環境 澳門大學還不斷拓展跟海外大學的網絡 目前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0多所高等院校簽訂合作協議 學生可以選擇到全球150多所高等院校交流和學習 澳門大學也為學生提供到本地和海外的實習機會 提升就業競爭力 澳門大學擁有一批頂尖的教學科研隊伍 超過八成教師來自全球 當中有來自多國的院士 澳門大學電機及電腦工程系麥佩研教授 是澳門大學培養的微電子研究專家 2018年被評為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市 是其中最年輕的學者之一 我認為澳大電子工程學術水平越來越好 有豐富的資源 有好的環境 加上現在大灣區的發展 將為澳門未來的學者 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澳門大學 在太吳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 和Quality Simons QS世界大學的排名持續攀升 而工程學、化學、藥理學與毒理學、計算機科學、臨床醫學及社會科學總論六大學科領域 進入基本科學指標資料庫 ESI前百分之一 澳門大學師生在國際學術期刊 發表高端謊言論文的數量 亦在逐年攀升 十年內翻了十回 澳門大學的中藥質量研究 模擬與混合訊號芯片設計 人工智慧物聯網技術 以及癌症精準醫療等領域 已經在國際學術界斬路投降 芯片研究入選 國際固態電路會議論文數量最多的前兩名大學 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中藥研究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近年更注重癌症、先進材料、人工智能、老科學等領域的創新研究 鄧初夏教授是生命科學領域頂級美籍華人科學家 帶領學院開展癌症研究和醫療保健產業研發領域 醫療科學技術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我們會發展了一個更新的科學 叫做Bioinformatics 我們有350研究員 這是非常強的力量 澳門大學獲國家批准設立的三間國家重點實驗室 聚焦中醫藥、微電子和智慧城市物聯網 實驗室的設立是國家對澳門大學科研創新水平的認可 這裡擁有最前緣的理論、最尖端的設備儀器、最優秀的科研人才 不斷探索科技成果產業化轉型 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楊義教授 被譽為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文學史家之一 多種著作獲國家級大獎 在這裡思想比較開放 中西文化碰撞、交融 使我這個學俗的創造力爆發出來 澳門大學實踐全人教育模式 參考劍橋、牛津、哈佛等世界頂尖大學成功經驗 引入住宿式書院系統 書院的院長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知名學者 每個書院容納約五百名學生 分別來自不同專業、研究、國籍 視生一起同宿共善、交流學習 學生通過組織各類型活動 學習達到健康生活、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領導與服務、文化參與 以及據國際視野的公民五個方面的能力要求 澳門大學滿真紀念書院院長 Kevin Thompson 教授 是一位國際知名的音樂家 曾任英國兩所音樂學院的校長 香港演藝學院校長 我們有各種音樂組織 而我們有些很好的劇場製作 這個環境是我們希望做得正確的 三十八年的發展歷程 澳門大學得到國家 和澳門特區政府的高度認可和支持 更以本地最優質的教學水平 獲得澳門社會的認同 澳門社會研達、企業和校友 積極捐款支持大學發展 並向品學兼優的學士提供獎學金 全年設立六十多項獎學金及學術獎行 每年有四百多名學生獲得獎學金 畢業生憑借獨特的國際化視野 紮實的專業知識 在世界各行業發揮狀容 不少選擇深造的畢業生更獲 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哥倫比亞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等 頂尖學府六櫃 來自葡萄牙的澳門大學發學院 博士生Hilgo Santos 獲頒英國皇家文藝學會會試 澳門大學人民學院博士生聖梅 是著名的民族音樂歌唱家 是從著名聲樂教育家金鐵林教授 澳大這裡有非常棒的獅子力量 同時也有良好的藝術氛圍 澳門大學它有這種開放的 國際化的交流視野 這些都為我自身專業的發展 提供了很好的環境 既典工正系學生胡志遠 在澳大的創新環境孕育下 創造不少科技發明 研究飛行這方面它是一個交叉學科 它是由很多學科疊加起來 才能完成這麼一個項目 這間屋子是書院給我最大的支持 在書院這個實驗室裡頭 做了這個 我們做了三地攔機 做了三甲無人機 做了三甲無人機 澳門在一帶一路還有中埔語 國家的橋樑角色有一個很重要的定位 澳門大學尤其是埔語系 一直以來為這個定位裏面 培養了很多優秀的人才 澳門大學的埔語教育 是葡萄牙和巴西以外實力最強 憑借德天獨厚的優勢 和紅厚的師資力量 全力打造中埔商語人才培養基地 服務澳門和大灣區 以及國家和澳語國家的經貿往來 作為公立大學 移住澳門 建設澳門 融入環區 任何全國 服務國家走向世界 把澳門大學建成一所 是我們澳門教國家和國際 學生認可的所有的大學 澳門大學融入灣區 參與灣區建設 是新時代的迫切要求 更是澳門大學走向世界 發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現實需要 加強人才培養 是澳門大學的首要任務 澳門大學 按照國家主席習近平回信 對澳門大學等高校的重要指示 全力培養更多愛國愛澳人才 創造更多科技成果 助力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助力越港澳大灣區建設 建設大灣區西岸人才 培養基地以及科技創新中心 是澳門大學的戰略目標 2019年 適逢澳門聯盟組過20周年 在澳門特區政府 教育興奧 人才建勞施政方針的大力支持下 澳門大學的未來 將繼續開啟新的片像 得到達了 蘋果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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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